这是个真实的故事 一名受尽欺辱的黑人 竟然在种族歧视严重的白人世界里 打拼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如果你现在特别需要一部励志电影 请一定要耐心看完这个故事 它很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 伯纳德是一名黑人擦鞋铜 特意把贪汇摆在银行门口 这样他就能服务有钱的白人 而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 他故意擦得特别仔细 这样他就能听清对方在等待时 嘴里所谈的商业机密 等客人走后 他立马从怀里掏出笔记本 把刚才听到的信息写下来 他真正想要的是这些宝贵的金融知识 因为他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银行家 但父亲却一脸忧伤 告诉他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这里是1939年的美国德州 白人不会允许黑人用他们的方式赚钱 伯纳德明白父亲口中的事实 可他的眼神却散发着不拔之质 15年后当初的擦鞋铜已经结婚生子 他带着妻儿搬到了洛杉矶 因为这里的种族歧视略轻一些 所以他选择在这里创业 一家三口挤在亲戚废弃的破旧杂物间 妻子没有怨言 给予他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并始终认为自己老公是个奇才 他先从房产经济做起 通过敏锐的观察令 他发现黑人区已经人满为患 白人区还有很多空房 但没有房东愿意出租给黑人 这就是巨大的商机 他很快看中一栋与黑人区相邻的白人公寓 当天就找到房东洽谈 房东出价35000美元 伯纳德没有这么多钱 于是他向房东提出一个方案 让对方以3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他 等他收到租金后 在原来的基础上多给对方5000美元 虽然很欣赏面前这位黑人的头脑 但房东并不想做有风险的生意 伯纳德表示理解 临走前他的目光突然被日历吸引 上面写着赠送人是某银行的经理 看到这几个字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 他向房东道别后 来到那名经理所在的银行 但经理秘书非常歧视黑人不给他引荐 他就站在银行门口等到傍晚下班 见到那名经理走出银行 他赶紧上前搭话说 我认识你的大客户 目前想做的一门生意会对他有利 希望你能给我批贷款 经理最终还是拒绝了他 伯纳德回到家神情略显失落 妻子坐在一旁安慰 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了 对方正是今天的那名房东 他得知伯纳德偷偷利用自己的名义去贷款 不仅没有怪罪他 反而欣赏伯纳德身上那股 为了达到目标想尽办法的认警 他让伯纳德明天去银行办理贷款 由他来作为担保人 就这样伯纳德成功买下了这栋楼 并且迅速开始翻新 施工时一名白人租客很不满 他让伯纳德通知房东 说就算装修的再怎么豪华 也休想涨他的房租 可听到伯纳德就是房东时 老太太满脸的震惊 认定伯纳德绝对是在说谎 不久后警察突然找上门 他对伯纳德说 有人举报你冒充房东搞装修 伯纳德说他确实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警察发出不懈的嘲笑 伯纳德见状只好拿出房产证 复印件来证明 这天晚上 伯纳德手拿台灯回到公寓楼 门口刻薄的老太太看见后 大声训斥他离开 伯纳德平静地回答 自己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第二天他就搬离了这栋房子 不久后伯纳德就把他的房间 租给了一位黑人女士 几天后伯纳德再次找上老房东 告诉他房子全都租出去 老房东很欣赏伯纳德的能力 提出与他合伙 不用他出一分钱 只需要四处挑选有价值的房子 等到谈好签约的时候 就由他以白人的身份出面 等顺利成交之后 租金收益对半分涨 伯纳德欣然答应 两人很快做出行动 一个对接白人 一个对接黑人 不久后就赚得盆满钵满 伯纳德给家人换了大房子 看见妻子脸上的笑容 伯纳德觉得这一切都很值得 可好景不长 老房东在这天夜里突然去世 资产全部由他的妻子继承 但这个一双没有老房东那般睿智 更不可能与伯纳德继续合作 因为他严重歧视黑人 于是提出以超低价 买下伯纳德手中的股权 并威胁伯纳德说 如果你不同意那就打官司 你看法官会不会让一个黑人胜索 伯纳德那副微皱的眉头 蕴含着无以言表的愤怒 面对这个社会的不公平 他不想轻易低头 决心要和这个女人搬一搬手腕 于是他想找那名银行经理当证人 然而这时的经理已经是刻薄一双的金融顾问 对伯纳德当然选择避而不见 伯纳德看在眼里 带着愤怒走了出去 在银行大厅里 伯纳德望着四周不停穿梭的白人 一个惊天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心中蓬勃而生 压抑最终转化成反抗的力量 他要买下这一整栋楼 让里面所有的银行都为他服务 他找到洛杉矶一个有名的黑人地产商莫里斯 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给了他 要了解房地产市场的最新状况 最好的地方就是银行内部 买下那栋大楼等于直接渗透12家银行 不仅如此 一旦成为大楼的主人 下次银行要拒绝他的贷款 就不得不三思了 莫里斯被这个想法震惊 他虽然是个有钱的黑人 但也处处受制于白人 仔细思考下来 他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 不仅能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 还能把白人银行家踩在脚下 他决定与伯纳德合作 但他们两个毕竟是黑人 不能直接露面进行交易 否则再有钱也不可能成功 所以需要一个能替他们出面的白人 对此伯纳德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那就是帮他装修房子的工人马特 马特心中很有抱负 也从不歧视黑人 于是伯纳德和莫里斯开始对他进行包装 教他打高尔夫 餐桌上的礼仪以及金融知识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 马特对这些内容已经基本掌握 现在只剩最难的谈判技巧 短时间很难学会 伯纳德就给他设计好完美的话术 让他全部背下来 谈判那天 马特利用伯纳德在天黑后靠鼠灯算出的大楼控制率 以及大楼估值和一系列要用到的数字 把对方压得无话可说 原本对方出价240多万的大楼 最终只用156万就成功拿下 从此以后 伯纳德每次走进这栋大楼 都会有不同银行的行长过来跟他握手 有了各个银行的支持 伯纳德和莫里斯利用贷款让事业迅速扩张 四处收购有价值的房子多达177处 打破了洛杉矶黑白两区的严格划分 让很多黑人住进了曾经白人才能居住的社区 他们的创业故事也很快传遍整个洛杉矶 就连副总统都来到他们的大楼参观 几年后伯纳德带着家人衣锦还乡 父亲为他如今的成就感到自豪 他带上儿子在街道上散步 路过曾经摆摊的银行门口 他摘掉了自己的眼镜 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惊天的计划 他想收购这家银行 让贷款不再是白人的专属权益 于是一回到洛杉矶就找莫里斯商量此事 莫里斯听后坚决反对 因为他的老家德州是全国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区 他们这么做是在搅合那边的种族隔离制度 最终的结果必定偏向于失败 伯纳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但他还是下定决心要试一试 因为他是零过雨的人 他想利用自己目前的能量 为那边的黑人称把伞 莫里斯见伯纳德心意已决 只好舍命陪君子 依旧让马特替他们出面谈判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莫里斯请来他的朋友在旁边辅助 就这样大陆银行成功变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 接手以后 伯纳德立马改变银行的政策 让黑人拥有了贷款的权利 并且主动上门寻找优质客户 帮他们装修老旧的店铺 为他们增加工作设备 但好景不长 银行的二股东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因为黑人的贷款通过率为百分之百 他质问马特是怎么回事 马特自然不会实话实说 于是二股东就偷偷跟踪他 发现伯纳德才是这家银行真正的老板 得知自己在给一个黑人打工 二股东感到极度的羞愤 没过多久 伯纳德等人就收到货币兼离署的难信 上面说有人匿名举报他们违规放贷 将会在两个星期后 击查他们银行的财务记录 这正好给了马特证明自己的机会 但不是向伯纳德和莫里斯证明 而是向自己的妻子 自从他和妻子从洛杉矶搬到这里工作 生活方面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伯纳德为了弥补马特 每个月付给他比在洛杉矶高五倍的薪水 但马特的妻子很不满足 他觉得马特只是个打工人 自己在闺蜜面前没面子 于是在一旁煽风点火 希望马特也能成为老板 马特很在意自己在妻子面前的形象 便把这件事记在心里 如今大陆银行遭遇危机 马特提议再买下马林银行 这样就能在大陆银行被击查前 将那里的黑人贷款全部转移过来 听起来是个好办法 但伯纳德看出其中有不少隐患 自己和莫里斯又抽不开身 再去管理另一家银行 这时马特突然开口道 等把马林银行收购之后 全权交给他去管理 这样就能把这件事给运作起来 伯纳德听后深深叹了口气 因为他心里清楚 马特根本没能力独自管理一家银行 委婉地拒绝了他这个想法 可马特仍然不甘心 甚至以辞职回洛杉矶作为要挟 莫里斯一下就怒了 可考虑到马特毕竟跟了自己这么久 又很不下心让他争走 无奈之下俩人只好同意收购马林银行 并让他独自管理 大陆银行的危机也因此得到解决 但在不久后马林银行就出了问题 马秀因为缺乏经验 被二补东和律师联合下套 让他签了一份违反规定的文件 很快货币监离署的稽查员就找上了他 叫马特准备好总账簿 一个小时后他会过来检查 马特整个人都慌了 连忙打电话告诉伯纳德 伯纳德听后感到不妙 他知道这不是巧合 凭马特的能力肯定无法应付 于是他打扮成清洁工进入到马林银行 趁机查员查账时走到玻璃后面 教马特如何回答对方的质问 这种作弊的手段很快被对方察觉 他直接把办公室的门给关上 让伯纳德完全听不见谈话内容 没了伯纳德的帮助马特一问三不知 机查员看到他的白痴样 只好无奈地解释给他听 最后检查下来 对方一共发现了实际处违规的放贷 当马特把这件事情告诉给伯纳德 伯纳德人都傻了 因为每一笔贷款他都核查过 不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这时莫里斯开口问他银行的律师是谁聘请的 马特说出了实情 伯纳德听到马特不但没用自己给他推荐的律师 反而去找二股东认识的律师 顿时气不打意出来 这明显是二股东把抵押贷款调包了 马特还不明白这么做对二股东有什么好处 莫里斯只能无奈地给他解释 面对现在这个糟糕的情况 最好的办法就是舍弃马林银行 但马特不想回到打工人的地位 他还想继续当老板 就在第二天 莫里斯听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消息 他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 马林银行已经付清了债务 恢复了偿付能力 莫里斯一听顿时笑了 他不相信会有傻瓜原价收购那批烂贷款 可当他听到收购方式大陆银行时 顿时火冒三丈 赶紧带着伯纳德来找马特 因为他这种做法已经触犯了法律 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先离鼠赶来 不仅查封了大陆银行 还逮捕了伯纳德和莫里斯 几年来的努力在这一刻灰飞烟灭 在听证会上 马特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伯纳德和莫里斯 因此他被无罪释放 而伯纳德和莫里斯也将面临两个选择 要么认罪承担责任 这样仅仅会损失大陆银行 还有一种选择是畅所欲言 但这样做的后博很严重 用于压制他怒火的眼睛 他理性了半辈子 但这次他决定感性一回 展开工人的衣服 在法庭上斥责种族歧视 听证会结束后不久 伯纳德和莫里斯的所有产业 全都被政府充公 并且以滥用银行资金罪判处 两人服刑三年 三年后伯纳德走出监狱那天 妻子对他说 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 但伯纳德和莫里斯却相识一笑 不久后 两人开始在巴哈马重建财力 再度携手共创彼此的事业